依順啊 我知道現在都夏天了 夏天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發現會比較多臉油 都會容易去生暗瘡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我們臉都保持乾爽一點 當然有啦 我們大部份鼻膏或者我們兩個太陽穴位的油份分泌是最多 因為那裡是油脂線的密度最高 我們通常要控油的步驟就要由洗臉開始 我們貼臉當然我們不能夠用太過刺激的洗臉奶 因為太過刺激也會刺激油份分泌 我們含有水氧酸成分的控油成分的就會調好 那我們去保濕 我們保濕要用lotion 就是我們叫做乳液 或者用啫喱狀的保濕劑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倒心無控 防曬方面我們要選擇沒有那麼有性的防曬 物理性防曬是一個好的選擇 外用的或者我們醫學上 我們可以用一些定時的家用過酸換膚 我們可以去除表面的角化情況 那麼醫學用的維他命A 也可以幫助清除我們堵塞了的無農 那看來呢 夏天呢 就是想麵油少一點 都真的不難得 CHAD LU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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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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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un